美國總統拜登在拜協會之後 面對媒體追問時 首度回應了臺灣議題 表示支持臺灣關係法 但是他脫口說出 他是獨立的 由他自己做決定 而這句話也引發熱議 不過拜登隨後就澄清 美方對臺的政策並沒有改變 美國總統拜登跟中國國家主席 習近平視訊會議後 中國官媒新華社會後轉述拜登說法 稱他表示不支持臺獨 不過白宮的聲明並沒有提到 拜登十六號在新漢部下州 被媒體詢問臺灣議題時 首度回應 表示美國明確支持臺灣關係法 更說他是獨立的 由他自己做決定 而這獨立一詞也引發熱議 拜登登記前赶緊對記者澄清 並沒有改變對臺政策 我們不會改變我們的政策 你可以解釋什麼政策嗎 因為你說今天是獨立 沒有 我說他們必須決定 他們 台灣 不是我們 拜登強調意思是讓臺灣自己做決定 而白宮國家安全顧問蘇利文 也在論壇上提到敗習會內容 說雙方花了不少時間討論臺海議題 拜登重申美國在臺灣關係法 美中三公報跟六項保證指引下的一個中國政策 也提醒習近平自己擔任參議員時 可是有投票支持臺灣關係法 索利文表示拜登也表達對臺海周邊造成不穩定行為的關切 博拜習會之後 雙方似乎無意妥協 《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就指出 拜登政府預計月底前宣布外交抵制北京冬奧 表達對人權的支持 美方將會智慧盟友這項決定 但是會讓他們自己決定是否要跟進抵制 記者 《華盛頓郵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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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 分枚